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今天跟大家研究十月十二號的賽事 這場星期六賽事 跑三班1600米,第八場 三班1600米,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按一下訂閱,按一下小鈴鐺 有片提示大家一齊看 這場馬想跟大家講一下神操 第八場等等,不好意思 第八場呢 一號的龍骨飛羊 杜美爾試過快活谷千七集 很積極的,守著下跑可以上來 二號的標企,李保利也碰過的 保持功夫 三號的全才,陳家晞也碰過的 保持功夫,換了潘頓騎 四號呢,中華之江保持功夫 五號的尖指也保持功夫 六號的輕滑也保持功夫 七號的首飾大勝也保持功夫 八號的天外天,貝歷斯有試過閘 然後重化再試過閘,守著下跑 都不錯的 九號的勤德兼比,潘榮輝有試過閘 即是再去試閘 上場追得很厲害的 再去試過閘,很積極的 十號的滿冠紅,角蘭也試過閘 但是國倫呢,霍歷斯說我頂你不順 國倫哥哥,今天又換了希威心 其實跟希威心和國倫都分別不大 國倫更硬正一點,不知道怎樣 十一號的美麗日子,保持功夫 十二號的關鍵時機,保持功夫 十三號的開懷大少,何宅堯有碰過的 何宅堯有碰過的 但是沒有馬騎 他專門整個史卓鋒下去的 這裏考考大家他的心意是怎樣 十四號的豪霸,黎海榮有碰過的,保持功夫 跟大家說了那些鋼班馬,升班馬 五號、六號曾經在二班跑過的 即是下來三班沒有幾多場的 十二號關鍵時機,上季尾的介紹給大家 一注夾中,荒仔那天 好像贏了三圈那天 那就 就上回來班跑,剛剛上回來 上一場就跑過第七後上 剛剛上回來第二次的三班 這場馬 就 看看步速形勢 步速形勢 有一隻輕滑,他不知道放不放 上場 十三少爺那隻 十三少爺那隻叫什麼 輕易 輕易 慢步速就贏了 輕滑又不去搞他 不知道為什麼 美麗日子會放得前 豪霸 有隻豪霸 有隻豪霸也是可以放得前 跟著就 其他那些呢 天愛天有事都可以 前面就希望美麗日子和豪霸 其實開懷大少也有機會可以放回前些 就是 他曾經都放過 但是近日就不行 所以都是不敢說他可以不可以的 那變了 今天他撿過什麼 撿過 二檔 那二檔 我相信他會放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很難說 有時放得出 有時又放不出 那變了這場馬 步速就會影響形勢 我再看看天愛天 天愛天因為曾經 上一季最尾那一場 突然跑到一隻馬都沒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健康有些問題 但是他又沒有寫有問題 大量談而已 那變了這隻天愛天 那邊呢 這些阿摩的轉倉馬 其實他可以守著跑都可以的 但是就變了都不是真正的快放馬 那變了就好看那隻輕滑放不放 還有美麗日子就是走在前面 那豪霸都應該會是 因為豪霸這麼輕磅 不是跟我說流掛 那如果真的可以 萬一 萬一輕滑真的不放的 就美麗日子豪霸 那我相信都是選在那些可以守著一下中間 就比起 真的 只是爆一段的馬 會比較好些 就是萬一 不是快步速的 那都不要太落後 那我就想跟大家 現在 如果看片我想看全賽 這隻馬是我的暑期 做了功課 做了功課 那些賽事尋寶片的馬 上場已經是初出跑過第四 那時候是潘明輝騎的 潘明輝已經騎過 那場是輸給月遇的 大家都記得月遇是什麼馬 那 看哪一隻 看上一場 不要看上季 看今季 其實上季那場是跑得很漂亮的 那輸給幸福笑容 美麗日子 標企也在 全賽 跟著尖子也在 但是那場馬 是有聖大光輝 與你同行 這兩隻是放得很快的 22秒多 即是比較快 變成那場馬 其實美麗日子是跑得很好的 那這一次 我就想大家看一下全賽 全部都看的 不過集中注意力看 全賽 標企 美麗日子 尖子 尖子 尖子都跑得不錯的 這隻 與你同行 那天我也買了 做賠率完機 那時候 跟大家介紹了這隻馬 開心了 1500米 差不多 那天 八倍 二百幾倍 好像忘記了 八十幾倍 好像 那些全賽現在是 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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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皆知 那些 其實都不是守得很厚的 但是 他根本 都是定住的 哎呀 前面都是快的 那隻 與你同行 尼海榮哥哥 我也支持他 他 這裡騎下去 你看看 想著他這樣走下來 捱回個 pace 都可以 幾十倍 開心到這裡 開始知道 沒有力 看看那隻全財和標企 標企的頭 有點惡 但是全財那天 是第一場 那隻標企是惡高的頭 其實美麗日子是跑得很好的 這場馬 變成這場馬 我自己都掙扎了很久 究竟拿哪隻做膽呢 先跟大家說一些 古惑調動 潘明輝 上次騎全財 今天就找到潘頓 究竟是他選騎 還是羅庫全 佩強 不知道 李保利 標企 原裝配搭 接著 9號的勤不兼比 上次是陳家熙 陳家熙 陳家熙給了外檔 很多救病 說他飛到汗台 追得很厲害 但是今天就換回潘明輝 潘明輝這隻馬 接著 蔡明肇又是紅 上次騎 今天換了希偉森 蔡明肇和國倫都沒有騎 王浩南這隻11號的美麗日子 就換了莫雷拉 專門不用王浩南 又不用楊明倫 把莫雷拉放進去 那我就想 如果莫雷拉 有沒有馬歐來騎呢 其實是有的 例如那些 苗麗德 蔡若漢 那些都可以 莫雷拉 莫雷拉也是騎這隻 今天收拾了13檔 其實跑法是有好處的 12號的貝力斯 上次騎關鍵時機 貝力斯騎了天外天 接著13號的黎海榮 開懷大笑 上次黎海榮騎的 今天換了史卓風 那麗海榮騎上次放了幾點回來 就散了那隻豪巴 輸了十幾個馬位 那我就覺得這場馬 一隻標棋 上場明明就跑得好 過全賽的 但是今天收拾過14檔 就變了局縮 我覺得機動的跑法 全賽的跑法 就比較機動一點 那我就變了 這場馬 就在美麗日子 和全賽那裡簡單 因為兩隻都是配強 全賽是羅庫全不用潘明輝 還是專門搬過潘盾呢 美麗日子 楊明倫和上場的王浩南 是嗎 美麗日子 陳家希 不是王浩南 王浩南 王浩南和楊明倫都不騎 即是沒有賺 專門買個莫雷拉 那 都是選全賽做膽 我要三號膽 即是搏他機動一點 檔位比標棋好一點 三號做膽 第一隻要拖回美麗日子 真的跑得很漂亮 上次 今天十三檔 曼哥佩強 莫雷拉達潘盾 都沒有辦法 都是這樣選 接著就愛上那隻標棋 標棋今天是跑法會被動 但李保利和他是夾磅的 接著就愛上那隻這樣的 勤得兼備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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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五 等等 全財美麗日子 我幫了一隻尖子 五號 希望可以為大家看看 會不會有些爛滿酒進來 上次跑得不錯的 這隻尖子 畢竟是自購買開始有些表現 徐宇石的童話球物 我都中了 希望這隻梁家俊上場 已經可以懂得追 已經比之前 有一個明顯的進步 其實他都是混合那堆馬在一起 即是美麗日子 標棋 全財 尖子就輸六個馬位 輸給全財三個馬位 這隻尖子 看看他跑完一場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進步 這些馬房 跑完一場 可能會有些進步 跑馬都是跑賠率 既然 拿得全財 拖多熱滿的美麗日子和標棋 就搭一隻爛滿下去 看看爛滿可不可以走進來 我這場的介紹就是這樣 三號的全財造膽 拖一隻 十一號的美麗日子 二號的標棋 五號的爛滿尖子 這場就是我的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按一按訂閱的按鈕 按一按鈕仔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 如果廣告不太討厭 有時間的 或者想行動支持我的 可以進去 有去混合一會 多謝各位 希望各位那天多贏多些 多謝大家 拜拜